首先我想指出的是 所谓世界民主国家 这个概念 是少数国家炮制的一个伪命体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也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共同财富 民主可以说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各别国家抗击疫情失灵 国内治理 失效政治节化严重 对外搞霸权霸凌霸道 却以世界民主样板 民主灯塔自居 岂不荒唐 谁是人类民主事业的威胁 谁又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挑战 世人有目共同 可以说讲民主 中国是有自信的 也是有底气的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先后举行了 12次乡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和11次县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选民的参选率一直保持在90%左右 中国愿同各国加强交流 互学互建 共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